接著說一套呢 怎樣? 插爆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這套要說什麼 PST遊戲改編 寫真少女 這個真的叫做愛情故事 還不是 你看看毛蟹 我有看? 已經蠢蠢欲動了 不是這個問題 關什麼事? 你講你講你 我給你講 我給你兩分鐘慢慢吐苦水 先不要理他 這套東西 Centlock劇情是不明白的 男主角在爸爸拿了一部舊的相機 Centlock Centlock 50D我先查過 Centlock Centlock 接著他說拿回學校拍照 OK 有志於學習設計 我很崇尚有違清理 但不好意思 你說錯了 他拿著一部相機 不是包袋袋 是乖在腰上 大哥會撞爛的 都不要理他了 我見有些農友都很喜歡這樣拍的 重點是你不會拿相機回學的 你還有掛在腰上幹什麼 他可能是拍花、拍樹、拍鳥子 他拍女兒 他現在有什麼死人寫信報 是說什麼寫信報 是扣盔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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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盔 在他父親手上 乘計有一部舊的相機 但他父親還沒死 當然是 爸爸買了一部新的 而在暫時兩集裡面 很顯然看到的就是 男主角本身又好像平平無奇 很明顯相機肯定是 魅力值加8 因為自從他拿了相機之後 那女兒就黏在盔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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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出了五本 而有些是出了兩期的 其實呢 有其他幾套 例如有穆安華那個 其實那些女生沒有這麼自動獻身去拍照的 是不知為什麼這套動畫 突然間那些女生看到她拿著相機 就說我給你拍吧 我穿著泳衣都給你拍吧 我穿著什麼都給你拍吧 很奇怪的 最重要一個問題就是 當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她拿到相機 她帶回學校了 當然不知道 不知不知道 無緣無故帶回學校 你不要理她 她一開始又不是寫真部的成員 接著就拿了相機 然後呢 在第一集裡面 先後你接近有三個女兒 一看到她拿著相機 我幫我拍照可不可以 這些擺明是 拿了相機之後 人又漂亮了 女兒又多了 情又多了 精神患發了 啊好啊 她其中兩個是什麼 她其中兩個是那些青紅色馬鈴 OK的 但那些是不懂得簽上去 有一個是她妹妹的朋友 有 就是看中那個 看到她在透盔 不是 其實我覺得她在哪個都不是很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 你千萬不要在現代社會上 覺得這個兄妹關係這麼融洽才行 對不對 你也知道她在幻道出現的東西 都算了 我真的當妹妹是這麼喜歡她的哥哥 覺得沒問題了 我覺得OK That's why 可能十個裡面都有一個 一隊是會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會瘋狂到 你拍我啦 你拍我啦 其實在你的現代社會來說 我們都很清楚 但很多人都對農友這件事 是標籤了 覺得他們是一個變態來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對 即是不對的 不是絕對對的 正如剛才青紅馬仔所說 有很多人拍照 不是只拍人的 可能是拍風景個人的 但不好意思 有些朋友告訴你 她的攝影部 只是拍人而已 而且是低炒啦 高炒啦 拍一些奇怪的部位 不是 不是 都算 最重要的就是 算了很多東西 你不應該算 還讓婆 不要讓婆 這個世界是沒有下限的 但是 OK 拍照就是說 我當那些女生 跟男主角的關係是這麼好 讓你拍照 但是 都不會穿著泳衣 或者穿著體操服 去剛才無話所說 高炒低炒 還有放一些不知道什麼的姿勢 不是 其實 如果你看到第三集 還是有泳衣鏡的 你知不知道第二集 不是新見的 即是她的青梅竹馬 那個影 又是因為 她要回去拿回頭髮圈 原來漏了 漏了 漏了之後 她就回去叫她 剛剛撞正 她拿著一部相機 不如你來拍我吧 你不是漏了一把圈的嗎 你不是漏了一把圈的嗎 不是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看這套東西 我不小心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每次就是 當男主角拿著一部相機 有個女角經過 她第一件事 看到的東西 就是看完男主角之後 她第二眼就看了 咦 你有部相機 然後就好像中了降頭 你幫我拍照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看完第三集 就更恐怖 更恐怖 更恐怖 更恐怖一點 因為那個女學生會長不是失見的 被偷拍到 她被偷拍到 然後她遲到 然後很搞笑 男主角就告訴她 剛剛那個男主角 正在拍她在那裡跳水 跳完水之後 那個男主角就說 咦 這樣 你給我拍吧 你現在給我拍你的泳衣照 然後那個女主角當然不肯 那個女學生會 然後男主角就說 我拍到你上學遲到 你給我 即是威脅了 現在 不要緊 那女主角就說 隨便吧 你拍吧 哈哈哈哈 做什麼 然後那個男主角叫她 你擺姿勢吧 你是擺姿勢都不要緊 我以為她拍她跳水 她說不是 你擺一些sexy的姿勢 在那裡 遲到那裡給我拍吧 然後全部都是低炒高炒的東西 我說不是 還被她拍到遲到 就更糟糕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說這套原來是小孩的 有自己攝影的人 是不應該用這些手段去拍攝的 不是 整套有說的 或者有一個女同學 就喜歡一些河啊 拍一些 是啊 其實有提過的 就是有 老實說攝影社 就是正常 你拍人都不是那麼緊的 那你哪有拍其他 她根本是專精的一件事 還要告訴你 她負責賣了 這個負責偷盔 這個負責高炒 這個負責低炒 即是說到低炒 怎麼換的了 快點進去拜託 幾乎是這麼說的 你們已經叫好了 看了頭兩集 第三集還要說 他們在寫真報那裡 他們為了偷拍 整排人 把地下 不停抹到 辣到辣令 可以反過 可以低炒 然後等身健同學走過去 然後叫藍珠 引身健同學去 就要拍照 然後呢 要是走過去 然後他們就拍 在那些垃圾杯裡 飆出來 這群是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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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是怎樣避免他 讓他走光呢 結果藍珠角 就打算去救他 結果藍珠角 因為什麼 就滑倒了在地上 然後呢 剛巧在身健的同學 兩隻腳中間 就滑了到他中間 那裡 這叫毒石 沒錯 沒錯 對了 我真的認同你這件事 他說 屬於我的 是應該我捉到他一邊 當然他問我你有沒有拍照 這樣才對 整個故事裡 就是當他認識了寫真部之後 他就知道 原來他的target 都是他們的target 那他為了獨佔這些target 他就要加入寫真部 從內部摧毀他們 其實寫真部也很容忍他 覺得他獨食之餘 寫真部覺得 算啦 可能是意外的 其實老實說 在這套之前 我不知道是否有關 應該有關 阿媽加密 其實都是那類的東西 純粹找個主題 之前有聖誕之文 當然是聖誕節 今次有相機 今天就找相機 相機只是一個過場 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一看下去 我靠謠了 原來不會 整班都是變態 即是主角變態都算 老實說阿媽加密 主角都有一點點變態 都不會那麼差那麼遠 再加上那班部員 都是變態 整件事我覺得很扭曲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本身 學校不是這樣的地方 雖然你說 這些青春動畫 有校園的元素 但是裡面有很多主題 都需要說 不可以太過範 太過解 完全違背落七 不可能的 第二件事 就是張攝影 其實就是扭曲了 雖然我自己 自己不是一個喜歡攝影的人 但是攝影真的不是單純拍女 好老實說 就是他們把整件事 說我攝影真的全部都是拍女 那些女生還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你拍吧 快點拍我吧 不是啊 攝影不是只有女生 那整齣戲沒有人拍男生的 我發覺 不是啊 你拍男影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有些可以犯罪的手法 去拍才是問題 是啊 都是問題 還有一件事 他們那班人的解釋就是 我在學校 容許我去拍攝的地方去拍照 就沒有問題了 他們那個設定是這樣的 這樣才是最奇怪 都是那句 不要太認真 什麼不認真 他都是一個犯罪的 就應該這樣說 我說我不算很認真 但是你有些正常邏輯的東西 完全違背了 我會越看越奇怪 不知道要做什麼 不是這樣 我覺得整件事不可能這樣 你應該這樣說 你這套東西 本身你說遊戲作品裏面 它屬於AVG類型 其實你當是一個戀愛的遊戲 你提升一個好感到的 然後走面去那條故事線 但是很明顯 它是用相機 拍完一封相機之後 然後角色就會加一 加一加一 就是最後鬥一件事 誰給它拍得上去就贏了 只要看那部相機 就會好感到滿了 不用拍的 所以沒有 我一直看《樂樂圈》 其實我看兩集 我還沒看第三集 我只看兩集 就覺得這套是一套什麼 屎人動畫來的 你吐血都似乎 真的當年 之前看《阿媽加米》 都說有時候有些波動 但是看上來 我多多少少看到一個籠 看到每一個角色裡面 其實它的問題要解決 男主角可能多多少少轉下到力 甚至是完全是一個獸 都好 至少我看到一個主線 有一個東西在 那現在這一套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角色 那些輪廓就不太清晰 我都不太記得哪個打哪個 學者那些記得 又是很明顯打眼鏡 看草的學妹都記得 又是永遠都會穿著 看草服 但是其他那些 他不是經常穿上去 那也是 他對襪有些不同 他對襪有像車尼紫的東西 所以認得出的有少少同 你都認得出 都算了 角色沒有以前那樣明顯的這個期間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多還是那樣 第二樣東西就是 因為他本身的主題太偏離了 邏輯 你很難投入 你之前阿加加米的那些 始終都是普通校園生活 最多你說 舔一些奇怪的地方 這樣 是他自己本身 兩個在做一些奇怪的事 都算 在日常的情況下 不會無端端的說 你拍我吧 你拍我吧 不會這樣 或者這樣說 因為你說阿加加米 他是用編章形式 每一次他都會集中說一個女角之後 他會重新reset的故事 再重新說一個 但是今次你說寫真少女 他用那個手法就是 他同一時間裏面 把所有女角放在一起 好像剛才無懷所說的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角色首先不清楚 因為我也不知道誰打誰 好老實說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這樣搞到 就是 主角 他唯一的任務就是 拿著相機不停去拍女 不停去拍女 不停去拍女 這個遊戲是這樣玩的 這個遊戲是這樣玩的 現在正在看動畫 大哥 最不好就是 他拿著相機拍攝會長之後 然後拿來要脅會長 那我打你 你那個什麼男主角來的 真卑鄙 不是正常 不是正常 你也不是好人 我覺得你真的是 要脅他的女生拍攝裸照 是很正常的 整件事變成了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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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說完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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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下 如果男主角 是用要脅迫會長 要逼他拍照 OK 說得通的道理 但現在是 他不用要脅 女生會自動欠心的拍照 他是有要脅他的 在第三道裡面 他是有要脅他的 但現在女生沒有脅過 走過來 幫他拍照 我穿病衣的 這樣的話 也不用說是 這就不合理了 那點滿了 我買陰壞 我買陰壞 都是說 這件事裡 就算 就算 抑脅了人 也不一定就犯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你拍照 可能拍一張很普通的照片 可能更接受 可能還要某程度 他是叫他 因為很奇怪的 或者這樣說 他用得寫真 少女這件事 一開始聽過名字 好像應該是 一些順愛的故事 但我們現在看出來 真的不順愛 是變態 順美愛 不要說他有 隨便拍一張 女生笑 是否一定要高炒低炒 或者穿其妝衣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總之是西風 你千萬不要 撲身 猜疑 我len怨你的心態 是若我嚇死的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套